一直以來 我都以為 阿嬤不懂我的笑點 到底誰給我 沒有啦 阿嬤 最近難領網啦 好啊 原來 阿嬤的笑點 其實是個 再簡單不過的秘密 歡迎回來 Angelo觀點 剛剛我們談到這一次 這個衛福部大的 就是要財閥 而且要十幾億 那現在民眾 我都認為說 這個不應該規告國庫 那剛剛大家的討論說 可以放到一個平台 可是這平台 誰要管理 好像也是一個問題 我再請教一下 小進會這邊 是不是就是要給食安聯盟 你們現在在倡議的來管理 還是有其他的方法 其實食安聯盟 在我們原來的規劃當中 其實這個並不是一個 所謂的這個 法定上常設的一個單位 當然你說 今天因為一個特殊的狀況 我們從一個 大家覺得說 應該要不管是學 不管是學產官學 或者是政府機關 把它做一個聯合的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其實是可以解決 一時的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但是我們覺得 長久之計 還是要有一個立法 因為畢竟那個所謂的 你要給他一個法源 好 那你覺得現在沒有法 可以怎麼做 現在的話 現在的話 我們我剛才可能一種思考的模式 就是說檢察官 他基本上 他對於所謂的查 就像剛才那個 那個建議沒收 或者是法院對認定 到底算不算是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這一塊的話 一定是沒收國庫 對 如果是他犯罪所得的話 他必須要犯罪所得 這個末入國庫 沒收 加以沒收 那第二種就是除了這個思考之外 就是說如果能夠把在這個提撥一定的比例 在所謂的平台 這個平台是要什麼 是要由地方政府加上所謂的消保官 所以你的建議可以怎麼做 我們會認為說這個結算平台 如果可以做的情況之下 或者再加上一個所謂的 我們現在用從信託法上面的公益信託 把他做一個信託在那邊 那當然這個信託 基本上受益人是誰 受益人就是將來在舉證之後消費者 OK 這個是一個蠻好的 不過我們今天討論到這麼多 其實政府怎麼重拾信心 我想你這邊也可以談一下 是 就是我覺得就是說用信託 還是用政府 其實比較更重要的就是 政府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場 這個是最最重要 然後剛剛把他拉回來 就是政府的人力發生問題 人力非常的少 所以你希望可以補充人力 所以我有一個這個 特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有限的人力的結果 你看我們過去從過去到現在 不合格的就檢查 越來越多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假如說我們就是政府的角色 要需要政府 我認為政府是應該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要讓政府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的話 非常重要的他要有經費 他要有人力 這兩者就一定要有 所以你建議至少要到比照哪個國家 我們現在是最後一名嗎 你剛剛舉的力都是最後一名 而且差了十倍 那我認為當然我們沒有辦法馬上就比上 像剛剛那個香港是相當的高的 那我們不可能馬上就跑上到那個程度 但是至少呢 我們要就是一步步來 而且呢當我們給就是食管署經費的時候 同時要配套的要有人力 就這兩個要同時來 假如只給經費而沒有人力的話 他那個經費很多 但是沒有辦法用 所以這兩個要同時來進行 而且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人民要監督 就是說你看現在我們用的那個 就是我們的經費那麼少 人民的意識要出來 要監督然後參與 我現在再回到政府這邊 GMP啦 你要怎麼處理 才會得到大家的信任 因為現在你們真的有點像過期的老鼠 我很慘 我想我今天是代表這個業者的立場 GMP協會是一個業者的團體 那坦白說我們業者 食品業業者近三年來 平均一年繳給政府的稅金 有八十一億元 佔全國因納稅 佔二點五二Percent 可是就有壞的廠商破壞了嘛 但是我們我們所受到政府經費的 不管是輔導或是管理的費用 不及其他的傳統產業 別人繳的稅金比我們少非常多 可是我們的經費少很多 那這個當然也不能一直說 政府沒有錢 我們就不要做 所以業者的立場 是說我們希望業者自己要除了自律以外 自己也要有上中下游的串接 然後用糧幣來驅逐劣幣 是 所以廠商要團結 對 我們上中下游應該對好的廠商來採購 對於有問題或是低價競爭的業者 我們應該要有可以一個力道 能夠把它排除這個市場 那政府有管理有輔導 業者自己要配合要自律 所以你們業者的自律是很應該要推的 來 我們教授這邊怎麼說 其實這個就是長期末視食品安全的後果 現在在反撲 其實我們現在的很多的衛生稽查人員 不是護理背景的 就是藥品背景 那他不懂 他是第一線的稽查人員 他到現場去看的時候 他根本就不知道要稽查什麼 對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以往的衛生單位的想法 就是藥品很難管 所以上面的主持者 很多都是學藥的 學公衛的 所以他已經沒有 可是真正食品專家是沒有的 對 真正食品專家 目前我們看到的 就是我們在上電視哭的那一位 他是衛福部 目前這個以食品專業來講 他為什麼他壓力那麼大 因為他所有的壓力都在他的身上 他上面沒有人能夠幫他 所以你也建議政府應該增加 食品的專業人才 對 還沒有其他建議 當然就是說 除了這個增加這些稽查的人力之外 那另外就是廠商的智力 其實也很重要 剛剛有講到廠商 你講過這個部分 我是不太贊成那個 把那個我們的精力放在廠商的智力 因為對廠商來講 他非常重要的 他是人在江湖深不由己 他就是要賺取利潤 所以你覺得重點要放哪裡 重點要放在就是我們政府要大力的 有經費要有人力 然後要跟這個廠商要研發 研管 那還有剛剛講到說稅制 我們臺灣稅制的問題 其實我們看得非常清楚我們臺灣的稅制是那個比較就是說資本這方面他們其實投入的稅是不多的 那因此我們政府就收入就少 收入少的話就人就不能很多 然後經費也不能很多 所以我認為我們的稅制 以前楊智良老師也提到這個 稅制也要改 要再增加稅 不過話說回來 剛剛講了不管是廠商的智力 政府的加強預算人力 其實最重要的有一點就是我們消費者的意識要出來 我們要有一個對自己食品的安全 我們要有把關 甚至我們應該要去檢舉 那這樣的制度如果能夠有更好的機制 我想我們全民的參與是可期待的 謝謝你的收看